醒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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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人 大家好 我是辛依陈一琪 香港的反送中运动已经坚持两三个月一句 当中的中共调动黑道穿淡白衣服打人 香港的警察假扮成抗议民众来卧底抓人 甚至他又传出中共的公案 穿这个香港警察的衣服 用残暴的整个方式来打抗议的民众 他又想起往地铁站来设这个催泪瓦斯蛋 等等的这些夸张暴力的情形 可以说是越演越烈 香港的警察和黑道的暴力可以说是双重暴力 以后香港街头的年轻人可以说随时都处在恐怖暴力袭击之下 而有生命安全的这些疑虑 苏西匠有很多人都会问说 为何这个中共习近平政权 他对香港的政治紧缩政治空间越来越紧了 其中这有两个原因 第一过去中国啦 发展模式里面就是为了让中国的官员 可以全力追逐GDP发展的时候 他拼了经济 所以他对中国官员的贪污可以说是 这个中国叫做贪腐 可以说是睁一只眼鼻一只眼 这会有两个好处 第一就是说中国官员 人人都是贪腐的时候 中共就比较好控制 随时可以用反贪腐的这些名义 进行政敌的这个斗争和清算 让每一个官员都可以有把柄 中共的手冲的时候 让他们在政治上面就会比较安分 不会跟党和习近平来作对 第二个好处就是说 中共官员他认真拼经济的时候 就是认真拼自己的口袋的荷包 这就是为何过去中国可以说大兴土木 然后到处开发的原因 因为每一个官员都透由拼经济的过程当中 来拼同样拼自己的口袋 所以中共可以说大关大贪 小关小贪 无所不贪 身为中国这个特殊的发展模式之下必然现象 这些贪官贪腐的钱呢 通常都会洗到香港 尤其是抵押在香港的房地产上面 这造成香港的房价可以说炒到全世界 第一名的天价 香港的年轻人也就看不见未来 所以中共他对香港的政治空间越来越紧缩 第一个原因就是中国贪污 贪官贪污的钱 进一步控制在一国两制之下 香港不能让他进一步把钱洗到国外去 第二中共一近年对香港政治紧缩的原因 就是中国一方面进行国际扩张主义 甚至造成美中的这个政策的长期性 全面性的对抗 所以中共一害怕香港 他是一国两制之下 这个自由感呢 成为了一国两制之下 美中全面对抗的国家安全的缺口 所以他必须要加强对香港的政治空置 这两个原因呢 这个注定北京 习近平他对香港政治空间的就会越缩越紧 这就是香港一国两制之下 政治自由一点一地流失的主要的原因 这样台湾人民真的要相信台湾 那会把台湾的政党要绑在中国的亲中政客吗 行行吧 台湾人民 我是心医 陈义琦 对 对 对